好,那我们现在讲连续函数的性质与介质定理 那么这里的定理我们大部分都不证明 好,我们先说Properties 好,Continuous Function 那我们先假设 好,我们直接给出定理 这应该写出是定理 好,我们假设 Fx and Gx Fx or Continuous at x 等于 A 那么它的加减乘除 我们说 then and following 那么这 这些函数 都是Continuous Fx Fx 要不等于0 还有C 乘上Fx 这些函数那都是 这是定理 这些函数都是连续的 那我们不去证明 那我们不去证明 这些都只叙述就可以了 那要证明的话 直接用这个 Limited的一些 reinsign 直接来证明就可以了 直接把Limited 把函数的定义搬过来 再利用Limited的一些 性质 Rules Limited Laws 直接证明 直接写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定理是关于这个复合函数的 Fx Fx Continuous at X等于B 而Gx Continuous at X等于A 并且 Ga等于B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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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ous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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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x 写这个是limit x 趋近 A 的时候 fg x 等于 fg a 等于 f b 这是复合函数 那么如果两个函数都是 continuous 的 那么它们在对应的点上都是 continuous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 它这个复合函数也是 continuous 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定理是关于我们常见的一些函数 我们说是 sin x 我们是 cos x 我们就说这样子 就是 power function trichelometric power function trichelometric function 还有 exponential inverse triglometric functions 我们可能在这里没有讲inverse 之前没有讲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后面我们可以 我们后面我们还会再去 稍微 稍微的去讲解一下 这个反三角函数 inverse triglometric function rcontinuous as there is a domain 在他们的定域内 都是连续的 这个我们也不去证明 这些都是我们叫做这几个函数 我们都叫做基本出的函数 as basic elementary elementary functions 那么再有我们的刚才加减乘除 符合这种函数 它也是连续的 好 那这一次我们连续函数的这个一些结论 那我们比较重要的 我们专门单独提出来的 有这么几个定理 这个是这个我们第一个定理叫做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我们说 any number c 它如果是介于 它如果是介于 在一个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在一个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那么介于它 那么就存在 一个点 属于 属于 A B 这样一个开区间 such that fx0 它是等于c 也就是介于它两个端点值之间的任何一个值 它们函数中间都会有一个点 能够找得到它正好是 这一点的值 那么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这因为这是函数 它没有断开 它是没有断开的 那么这个是F 这是A 那么F在这一点 这是B FB在这一点 也许在这一点 那么介于这中间的任何的一个值 那么 肯定函数有一个点 使得fx0等于c 它这个点也许 也许有很多个点 这也是x0 那因为是没有断开的 它中间的值 它 从F 从FA到FB 它中间肯定会经过这个C这个点 这是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那么它有一个 它有两个推论 有两个推论 for any c 它 介于 这个C 是 我们先给它 这个是给出最大最小值 应该先给出这样的定理 假如说fx 是 fx那么有最大最小值定理 就是fx是continuous 在一个B区间上是continuous fx 它肯定可以 那么它肯定可以达到它的最大最小值 它一定可以达到它的最大最小值 也就是说 存在x0 x1 在这个AB上 使得fx0 等于它的最小值 fx1 等于它的最大值 这是最大最小值定理 那么有最大最小值定理 我们再进一步 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介质定理 也是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for any c c between 小的M 和大最小值 和最大值之间 their exists x0 属于AB 使得fx0 等于 c 那我们可以再画一个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它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是最小值 那么这个是最大值 那么你中间的任何的值 它肯定会 肯定会有一个点 如果这是这是c的话 那么它肯定有个点fx0等于c 那么第七个定理 就是我们零点存在定理 叫做existent 叫做existent 那么我们假如说fx是continuous 在一个b区间上是continuous的 在一个b区间上是continuous的 而且fa乘上fb小于0 那么一定会存在 那么一定会存在x0属于ab使得fx0等于0 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 一个小于0一个大于0 那么它中间一定会经过0 fa乘上fb小于0 也就是说表示fa和fb有个小于0有个大于0 如果两个都小于0 那就是它们相成就是大于0了 如果两个都大于0相成也是大于0 如果相成小于0 那么一定是有一个小于0有一个大于0 那么它是连续的 那么它中间一定会穿过x轴 穿过0这个点 穿过y等于0这条线 那这个是我们0点存在定理 是我们应用起来比较方便的 那我们可以来证明一下 用这个0点存在定理证明 证明这个它的根的存在 这是x4次方 我看一下 我们x4次方吧 x3次方吧 x3次方减4x平方 加上1 在01之间 至少有一个根 好 好 好 OK 好 我们写的是1 在01之间 至少有一个根 那我们这个 证明 直接用0点存在定理 因为Fa等于1 F0等于1 而F1是等于-2 小于0 F0乘上F1等于-2 小于0 所以 我们叫做 theorem of existence of zeros F1 x2 这是我们的戒指定理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个 用这个方式来做 我们prove 那 there 是 a root 这样的equation 就是 4x 立方 减6 x平方 加上 3x 减2 等于0 between 1和2 它都已经告诉我们区间了 a和b 那我们一样的 我们 我们先设f x 它是等于4x 立方-6x 平方 加上3x-2 那么fx是continuous 在1和2是continuous 如果不是continuous 我们就不能用 那我们一定要先说明一下它是continuous 那我们 这样得到的就是f1 我们是4-6 加上3-2 所以是 这是等于 7-8 是等于-1 而f2 等于4乘上8 减下6乘上4 加上3乘上2 再减2 是吧 32-24 再加上6 再减2 好 这个是 38-26 这是12 这是大预定 所以说f1乘上f2 等于-12 是小预定 那么我们也是by serum 好 existence 那我们一定是存在 there exists x0 属于1 2 sutfx0 等于0 这就证明完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零电存在定理和介质定理 当然零电存在定理可以直接用介质定理来证明 那零电存在定理是基因是比较好用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只需要fa-fb 小于0 就可以了